你看还分什么还分工 你们彼此之间还有分工是不是 那委员你是属于哪一组 然后你要不要讲一下你的得奖感言 我属于全能组 你全能组 不要吃我豆 我刚才听了我们亮哥的说法 我才发现他在江湖混那么久 竟然还这么单纯 还会提到什么良心 规矩 新闻的规范 你是昨天亲来的吗 我故意跟他对比 跟民进党谈这个你不是很好笑吗 我是用观众的良心在跟他们对比 会相信民进党那一套的 我也怀疑他有良心 如果要用这种观点来看民进党 都会有一点误差 所以我都一定会用民进党的观点 来看民进党 第一个 奇怪了 那我将民进党玩这一套的 那国民党方面 国民党这里也没有人指控说 这台湾情报官员 涉及意图使然不当选 没有 还跟着 跟着民进党一起讲说 如果属实的话 要对中共大声抗议 我都搞不懂 他好像有新来的 对不对 赵超纲好像有新来的 活影好像有新来的 国民党好像有新来的 你为什么不讲一个 如果不属实的话 台湾官员 情报官员 要绳之以法 涉嫌意图使人不当选的重罪 我跟各位解释一下 从CNN的报导 我们可以看得出来 这是有一个台湾的官员 正式的对外媒做简报 不是只有对路透社 在场还有CNN 还有谁不知道 但是目前我们只知道 只有CNN跟路透社报导 因为CNN记者讲 他就在现场听简报 然后所谓的机密文件 就是简报的PTT 就这样子而已 那请问你 这些台湾的情报官员 为什么要跟外媒做这个简报 然后特别提到的 这个五月天的事件 这个台湾的情报官员 本来就想要介入选举嘛 就想要意图使国民党 或者民众党不能当选嘛 那请问民众党好像 也没有发现这个新境界 第二个 五月天被调查 这个所谓的假唱 是一个新的新闻吗 不是 今年九月份就出现了 为什么 因为当时 阿良哥讲对 解封以后大陆上 到处在办演唱会 声音好得不得了 然后就有很多的歌手 或者歌唱团体 因为可能负担太重了 有几场声音 跟我今天声音一样 哑掉了 所以就会有了音乐的配的 这个很久了 可是他这个就是把这个两个结合在一起 一直被调查 你不愿意 总共有120几人 所以五月天只是120几人中的一个 那为什么大陆大陆很介意这个所谓假唱事件呢 因为他们认为从消费者的权益 我要听你现场的录音带 那你就干脆 买录音带来听就好了 这个就是一个消费者权力保障的工作 郑元兄 我补充你一下 你讲的没错 CN这篇文章说 两位官员 在做安全简报 提到五月天的事情 然后其中一位官员 告诉CNN记者他在现场 台湾的官员跟外媒做简报 对 我们台湾的媒体都没有被邀请 对啊 对外媒做简报 所以他的策略是想要出口转内销 对 这个消息如果直接放给三名字的话 不可以匿名 要匿名不能公开 这是很清楚 就是民进党想要搞预途使人不当选 这还用解释什么 专案简报 专案简报 业务专案简报 对 业配有专案简报 所以国民党要采取行动 就是要对这个所谓国安局 国安会所有的官员全部起诉 对 我觉得现在所有同学都一样 谁在糟蹋五月天 哪个官员简报 真的要把他揪出来 这官员太坏了 对不对 你让这个五月天陷入亮哥所讲的 讲也不是 这个不讲也不是 进退为谷 到现在为止真的受到一些影响 这个到底哪个官员放这个消息 出来讲啊 公布讯息 如果真的有的话 都听五月天啊 那委员大家还是想知道你的得奖感言 我从来不觉得我这个行情 我哪里有那个机会 可以排到阿亮哥后面 这个是无上的荣誉啊 这个是 我觉得不会觉得这有什么坏处 那个唐乔龙说 借文旗必须排第一名 因为叫借选 没有很多人看到这个 有道理 有道理 很多人看到这个第一想说 第一名不是亮哥啊 对对对 亮哥你要检讨啊 那个东盛那个陶本和 那个蔡英文御用记者 特别恨我 他就写这个新闻 可是标题叫 郭正亮竟然不是第一 对对对对对 你努力不够啊 你努力不够啊 要提醒你啊 这很不够啊 要说要检毛 好还要更好 对对对对 因为你没有租房子 对你 对对对啊 接大使有付房租 对 这个哦 所谓台湾资讯环境研究中心 简单讲就是民进党用纳税的钱 去资助出来的一群立营的学者 所搞的彻翼 简单讲是这样子 所以因为说实话 他上榜的这十位 就是都是讲真话的 就是这个民进党不敢讲的 讲出来 所以抖音现在所谨的 他现在就告诉大家 这些通通是假的嘛 都在配合中国大陆嘛 没有啊 有一个人今天下午在跟我抗议 他说我怎么没有在榜单上面 曾月老师也是啊 月老师相当的失落 来我们先进广告马上回来 但立将军我问你 你在那个榜单上 你的周遭的朋友啊 怎么跟你讲 我只有一个感想 我被红了 你被红了 对对对 但是我觉得说军事组来讲的话 声量比我大 你是军事组 军事组在流量上面比我大 应该还有一个姓鱼的 是军人 他应该流量比我还大 对啊 你什么好意思跟他比啊 人家的智商那么高 对不对 数学那么好 对啊 我这边特别要讲 我们这个帅华民帅家军 他被举的例子 他说共军登陆40万人 是不是假的 我算给各位听 有没有40万人 他登陆作战 他可不可能派出40万人 所以说我们讲话 我跟帅家军两个 我们两个 就是我们讲的是实话 所以你民进党 不管你们支持者 台湾民众 要听的是实话 你不能听你喜欢听的话 或喜欢听谎言 对 但是亮哥就告诉大家 这个10个榜单就是这样 因为讲真话的就10位 其实我觉得这是 这个组织认证的 台湾讲真话的就10个榜单 对不对 当然他们是要告诉大家 他们讲的都是假的 但大家知道民进党讲的话 我们都要反向思考就对了 所以大家告诉大家 榜单里面10位 就是台湾的良心组 不要说军事组 就是良心组 真话组就那10位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